理論上要一項有堂食,但下午餐廳是甚麼都沒有了 甚麼都沒有了,低貴了 難不難都沒有關係,你也買不到食物 竟然有一間Tai Express 那現在呢,唉,我想這附近吧,如果不是倒閉的話 嘩,當年下到來,十二點後,排十五分鐘,低貴冷 每間店舖好像印鈴紙一樣,現在只剩下老天 我去另一個Food Court,這裏鄰近,凍凍建築都有Food Court 這裏呢,Earn Seng Yang,下面那個Food Court 那在Pre-COVID之前呢,Ran Away了很久 那本來想著呢,就是開飯 怎知呢,現在呢,COVID,嘩,難了 而且,早上只剩下一間Socker 廣告標語,嘩,這麼多隻眼看了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me 那究竟我是安心出行 被Big Brother watch you 還是呢,心方方 又或者,你為甚麼都管著了 那看你不同人的perspective 有任何不同的,不過迴響和感受 來回Ethan Center,安全一點 至少上次來剪頭髮 應該說帶兩個小朋友來剪頭髮的時候呢 這個Ethan Center,我猜他是開的 還有吃了東西 那又去那間Tai Express 如果不去麥當勞的話 哇,我猜不到啊 閒日,都這麼多人,厲害 好,下去,Food Court 現在Food Court開了,很開心 有些人氣,但呢,他就爛了 仍然,在那邊那個口就開門 那之後呢,他就看你Vaxin的passport 好,又是這個泰式豆腐炒飯啊 那麼,炒得好有鑊氣啊 那這次坐定定在那裡吃 比在車上更開心 那些位置又窄又好怕呢 嘩,倒了,那你真是倒了 倒了,那你真是倒了 都沒有那麼多名 那我春卷 嗯 那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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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你一道的 過了 草薯 我發現呢 看來呢 幾個 甜酸醬那類 但我本來不亦喜歡 看來 mood 他看今天的 buena 火箱了 這是Edan Sander 我跑了 油膩又会更好吃 但没有那么健康 相对来说,比麦当劳也比麦当劳更健康 我也有通常 想吃麦当劳 但麦当劳也有吃 他的商业 我说麦当劳 上星期出了业绩 中国那边做得一般 反映了中国经济消费 都可能 未至于得到 未至于理想 但股价跌了少少 现在又升上去 有些人 人生 就喜欢点绝 很多东西 偶尔有些惊喜 有些花婚 有些变化 你留意到我,那些餐廳吃東西,尤其是不跟mini一起 那間餐廳永遠就叫那樣菜 或者永遠去那一兩間餐廳 又或者去不同的餐廳就吃死那味 例如不同的餐廳,不同的餐廳就試海南雞飯 這就是我的人生 做好什麼都不變 最好如果我每天穿死那件衣服 就好像Steve Jobs 因為我不明白為何Steve Jobs穿死那件衣服 你會覺得他贏,教主 我穿了幾件衣服,喜歡挑人 他不是只有一件衣服 有隻悟空那樣 他整個這樣的衣架,衣櫃裏面 就只有十件衣服,同一個款式 那為何我不行 我這樣做的時候,真的被人瞄了 很開心 不用煩 每天都一煲日劇好 投資股票好 太多變化了,對不對 連人爭都這麼驚濤蟹落 做這麼多虎形精怪的決定 也不太好 最好的事情就不要跟我想 某程度上我開玩笑 跟Mini 有人說,為何你又穿這件衣服 那你告訴我穿什麼 或者你又吃這件衣服 那你告訴我穿什麼 對吧 說笑這樣說 娶你回來,就是幫我做這個決定 不用我做決定 你明知道我這樣的決定是雞肉爆 所以你不應該complain我 做回你的本分 就是 他告訴我怎樣做 他這方面就很聰明 還有一份執著 我沒有執著的時候 只要有人幫我做這個 做同一件衣服 同一款衣服 或者換另一個款 都沒有所謂 所以我這份空 其實絕對OK 又有repeat the same thing 看著同樣的東西 做百年如一日都是OK 但有些人來說 就是這樣穩定 他都會覺得 是很repeat 有些人不知repeat 人生不夠精彩 我的朋友 他就是那些人 他有creative 雖然每天都是穿類似的衣服 對於限制的衣櫃 或者預算 但是呢 他每天轉少許金張 領巾 他這樣做的時候 就會覺得自己人生開心些 精彩些 多些豐富些 我亦都很amaze 這些朋友 他們就增添了我 對這個世界的視野和寬闊 了解多些不同人的人生白態 因為如果讓我這樣做呢 我不覺得開心了 我覺得是另一種痛苦 所以 吃開飯 一種米是真的養八樣人 但八樣人其實也不只吃一種米 甚至不是吃米 好像Mini也不喜歡吃飯 很棒 這次是疫情之後 第四次 快兩年了 第四次下來單餐 計算上次展樓拍攝的時候 純粹是 找個SELTA 一小時 這次下來做事 而且他們的系統好一點 訂位 就不用捉雞 上次的經驗 就是當你訂位之後 茶家宅問你很多事 就沒有尋疼 死得了沒有 那之後呢 就你報告完 然後我就說OK I know I'm OK 感覺上都幾安全 我回到公司 所以 整層樓只有我一個 還有見回另一個 兩年沒有見的同事 那條樓都變了很多 還有一個頭 刷到好像我一樣 因為 非法 要是長毛刷 要是刷到這樣 另外呢 他以前說話很大聲 就是 坐在旁邊 或者在一個 空間裡面 就好像這個闊角 全世界都會聽到他說話 變態 這樣呢 雖然呢 今次呢 我回到去 我是去鋼鳥的 經過走廊 看到他 我才叫他 還有他那間電話 我跟他就是HIGH了 那就算了 聽不到他有聲 多厲害 而不是啊 你講電話就講電話 全世界都聽到 神經病 就是我在這裏笑的 我沒所謂 但是有些同事 就覺得 頂你 幹什麼事啊 他居然這麼小聲 可能在家裏工作呢 老婆子女又 在家裏上學啊 做事 接著被人秒得多 秒了兩年之後呢 他終於成長了 進化了 秒欺順艾 這個是一個 變了一種的同事 那也是挺好的 而且挺搞笑的 真是 真是不認得他 真是很搞笑 那以後 back to office的時候呢 看到有不同的同事呢 就會不會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其中一個變化就是 找人生了V 在家裏工作 在家裏工作 好,說了廢話 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萬事正義,苦苦生慰 全補天液 就算不開心,都會苦中作樂